最后 我们确定他中间什么什么呢 就在所有人 我们在通过的中间的时候 一件关键文物的图片 帮助解开了牧主人身份的 什么文物呢 你肯定想不到 妖宿计划幕上能不能又出了一面关系 还是一面不一样的关系 嗯 他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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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了出土官印 这牧主人身份就被解开了 他是一个官印收集爱好者 他上了 然后牧主人的基督身份解开了 有两个官印也就是说 牧主人做过两个地方的限定 一个是唐义 一个是肖义 唐义呢 就是现在的南京十六合区一带 肖义是现在的安徽肖县一带 不过 他们说了 牧主人如果只是建立法 他的牧道 《八字算命书》 《雅城八字命令》 《雅城八字命令》 《雅城三十八字命令》 宣布还是宣布 《雅城八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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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像你 这些是一样的 但是可能生前的一些 台湖地理是不像的 中央关系比较重一点 地方关系 可能就 就比较以前啊 据唐义令和肖义令之后 关家们又在目藏时面 发现了第三枚印章 这回啊是印章不是关印了 是目主人的 生印 故事到这儿 目人的姓名 总算是知道了 刘处 曾是唐义县和肖建的县令 那么 他的目藏啊 如此之 奢华尊贵 肯定不是七品县令 能够享受的体质啊 那么 他的最终身份 或者最高身份 是什么呢 根据目藏的形制 带有封土和目藏等等 专家们推测 刘夕啊 应该 跟皇族关系区险 封道的话 你说明一下 现在比较特殊 加上那种 那种 比较高等级的 藏纪威名这样的东西 就是于 他可能 是 如是皇族的中心 那你要问了 既然这刘处是皇帝国记 身份尊贵 那他为什么 会生活在 那么偏着狼牙境呢 这其中的原因呢 值得好好地 退休退休 龙牙台 是西汉宝 现实汉武地团的故事 这个地方肯定是在 龙牙境的汉武地团 你不爱几乎 哪有不爱好 你不爱几乎 这个情况 就留意了 对 他处得有什么 我们一个 特殊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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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的一个生命 有可能是因为 西汉帝王特别 亲爱狼牙台 特意派了一个亲戚 熟呢 还有王室中心呢 一旦自己 什么时候去游玩一下 也有可能呢 是刘处自己主动 要求去了狼牙台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刘处虽然是 王室中心 但是他生活在西汉晚期 一个风雨飘摇 濒临灭亡的时代 面对内秘外患呢 他也是无能为力 只能偏心 于独自 独善其身了 独自生活 我估计这个 估计跟他是一个 宣估一个 我可能跟他 作为一个 无视风轻的味道 非常有一个 幻影的时候 因为 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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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个 秋风消瘦的 地球 生长了 自己的故事 故事到这儿就全部说完了 所以说 狼牙汉墓的发掘 是有着很动要的意义 不仅首次出土了 公文墓读物 也首次确定了 温宁的藏具身份 之外 刘四墓是典型的 敦式风土大墓 他对于考古 专家们研究 敦式风土大墓的演变 也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